大家好,我是Stan 被卷入吸毒风波的演员伊森宇 今天离开了这个世界 根据媒体报道 12月13号,伊森宇三度接受警方调查后 对警方表示 自己虽然有使用习惯 经由鼻孔吸湿了一些东西 但是真的以为是安眠药 坚称自己没有碰那个 但是在这个消息出现后 韩网就出现了大量嘲讽伊森宇的留言 大部分网友们都表示 都使用鼻子了,怎么可能以为是安眠药 然后在12月16号 伊森宇也透过法律代理人 向人川警察厅提出了测谎申请 希望能透过测谎结果来判断 是自己说谎还是女市长在说谎 然后今天上午10点12分左右 警方接到了 丈夫写了类似遗数的字条后 出门了的112报警 接着警方于上午10点30分左右 在什尔中路区的一个公园 发现了伊森宇在车内无意识的状态 在副驾驶座也发现了一块煤炭 目前警方正进一步的调查原因 我们只是希望你能承担惩罚 并不是希望死去 而且测试是阴性 过一阵子就可能会被宣判无罪 为什么要 真的太自私了 留下的家人该怎么办 真是的 因为有妻子和孩子 所以应该会更加痛苦 连名字都公开了 想想孩子们会被多么取笑 就算失去家人和名誉 也应该当成是自己承担罪行 可以就这样安静的生活下去啊 为什么要选择离开呢 检测成阴性 如果坚持的话 还是能撑过去的 但警察记着不断地曝光 挑衅性的录音档 看起来精神上收到了很大的压力 尹森远虽然是做错了 但那些人也简直不像个人 应该要活下来承担自己的罪行 有多少犯人犯了更大的罪 却还无耻地活着 为了家人 应该要承担罪行 继续生活啊 唉 无耻一点 继续生活下去不就好了吗 凭借已赚的钱 也足够能活一辈子了 如果害怕人们的目光 去国外生活也是一个选择 韩国有那么多的名人 犯了罪还能厚着脸皮继续活动的名人也很多 为什么要做出那样的选择 只要说是自己错了 或者是在心神不宁的情况下 说的胡言乱语 承认错误 保证不再犯 就继续生活不就行了吗 真的很遗憾 也觉得很抱歉 愿试者安息 chunk于ian 1 stakeholders 帮助 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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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